老板来份炉猪火烧 要个大份要个小份小伙子 来个小份就可以 小份是吧 小份25啊 好嘞 来上一个火烧 小一点 小一点是吧 对 越碎越好 越碎越好啊 我还没听说过有这样要求的 真的越碎越好啊 越碎越好 就这个切的就比较小啊 尽你努力再切碎一点 还得再碎一点 你没牙吗 我没牙口不好 牙口不好是吧 没事 努力下面给你切的小一点啊 这个炸豆腐 看你倒工了啊 对 这豆腐呢 都是我们已经卤了两三个小时的 还卤的入味了 对 真的要这么细吗 对对对 你还能带细点吗 就会影响口味了小管他 不会不会不会 我吃又不是你吃吗 真是的 现在年轻人啊 不知道你们都怎么想的 就任性 猪肺也要是吧 要 猪肝猪肺 吃 这东西都是比较贵 要少给一点 吃了补心 不肝不肺 这肺这是肝 都要细一点吗 细细细 小伙子你从小没长牙是吧 牙口不好缺钙 缺钙是吧 从小缺钙 长大你知道有下一句叫什么 不知道 缺爱 你说我又不要 好再给你来点护心肉 这样然后就有爱了 这么细口感会好吗 肯定好你没吃过吧 从来没人有这种要求啊 现在年轻人真奇怪啊 啥要求都有 这个就叫心肝宝贝吗 我不是为了做生意 真的是再给你切块五花肉 以前叫这个酥造肉 哎呀 哎呀 这个细啊 可以吧 七岁呀 刀工没得说啊 对看出来 大肠也要细一点吗 大肠也细一点 真的是 一细到底 嗯 第一会儿听说这样的要求的 老板这刀工确实可以 多多少年了 半六七年吃过都说好 但像你这种要求的吧 说良心话还真的是 第一会儿就能说过 那肯定更好 入味是吧 对 这样你在会儿不用搅啊 哎 我直接当西班喝嘛 哎 有道理啊 你看 就这么一份 只要25块 满满当当 不管怎么切 形状都是一定要完美如初 加上一点糊涂 来上一点这个九花酱 来上一点这个芝麻酱 我们这都是二八酱 好 二八酱 哎 对 都是专业的 专业配比 来上一点这个小辣椒 加上一点香菜 来上一点这个 蒜泥 醋要吗 要 加上一点醋 给这个猪骚味去一下 再来上一点这个 花椒油 味道会更好 好 来上灵魂的这个小汤汁 就是这么的完美 哎呀 这小感觉你就说吧 好了 小伙子喝吧 好了 谢谢老板 时间喝就行了 都不用